麦克胡自信地点点头 艾琳娜娜登登登地跑回房间 没过一话就穿戴好适合远行的装备 和麦克胡她们一起踏上了旅途 天上的北极星是那么明亮 而艾琳娜娜在路上却紧张得一言不发 她们走啊走啊 朝着北方坚定不移地走啊走啊 很快来到了一个小山脚 爸爸歪歪歪歪的小路一直延伸向黑 看你实践了 谁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揪揪揪 揪萨有些害怕地缩到麦克胡身后 麦克胡摸摸揪萨的脑袋说 别怕揪萨 我会保护好你们的 麦克胡看向艾琳娜娜 却发现这位白狼姑娘的眼中充满了肚致 她的耳朵竖起 仔细地听着树林里的动静 然后对大家说 我听过了 里面没有奇怪的声音 也没有奇怪的味道 走吧 我有预感 这个森林里有答案 麦克胡点点头 三个人一起走进树林 树林一片黑漆漆的 没有一点月光和星光 他们一人拿着一个手电筒 照着前方狭窄的道路 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 突然 揪萨胖胖胖的身体像是撞到什么似的 只听光当一声 揪萨竟然朝悬崖摔倒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艾琳娜娜朝揪萨一跃 抓住她的翅膀 朝奈克胡的方向一扔 然后后腿用力奔了一下 崖边的小树 小树的弹性将艾琳娜娜弹到半空中 只见她优雅帅气地 在空中转了个圈圈 稳稳地降落到地上